台北市房詐寸土寸金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台北市的清田街 雖然清一色都是老公寓 而且屋齡三十年起跳 不過這種民眾發現了 這邊每坪的房價是逼近百萬元 好奇上網發問 到底為什麼這邊的房價這麼貴 真的沒看錯 電線跟上賣房廣告 清田街一房一廳要詐千萬元 根據實價登陸網資料 近兩年來清田街公寓平均成交詐 大美坪落在九十萬元 電梯大樓 美坪更逼近一百五十萬 比同樣在大安區的信義路上公寓 價格直接高出一成 明星學校助力清田街高房價 攤開地圖 清田街學區劃分上 小學有擠破頭的雙語遭學 新生國掃 國中則是老牌名掃 精華國中 不少家長就是為此 砸千萬元買房 再加上地理位置 鬧鐘取靜 平常悠閒舒適 但步行就可抵達永康街商圈 而且附近文青咖啡店林立 步調愜意悠閒 大安區上面呢 有這樣子完整機能的一個商圈呢 是少之又少的 那另外呢 在於捷運上面呢 它有紅線綠線以及橘線呢 都有相關的捷運站可以做搭乘 既有永康街商圈 又有大安森林公園 再加上明星學區加持 就算是老房子 清田街房價始終居高不下 白新聞 鳳雲知晨 順帶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最新 最即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